小朋友们换上泳装拿起水枪在池子里玩得不宜乐乎 这里是新北市立陶瓷博物馆外的细水池 每年夏天都会开放给公众免费入场玩水 几乎成了周遭居民每年一定要来玩的夏日细水圣地 新北市立陶瓷博物馆营运行政组组长林中林表示 欢迎大家把握夏季来到陶博馆细水池消暑度过充实的暑假 因为其实我们陶瓷艺术园区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园区 有很多的公共的艺术品 那很适合就是家长带着小朋友来我们这边玩 可以顺便欣赏我们那个户外的一个公共艺术品的部分 那也可以让小朋友这边尽情的玩 另外我们细水池旁边也有沙坑 那还有另外我们还有那个摇烤面包 那就可以欢迎大家可以多来这边 夏天玩水是很好的一个消暑的活动 那我们的细水池开放时间是从早上九点半 然后平日是到五点 然后假日是到六点 那欢迎大家来我们细水池 家长可以带着小朋友来我们这边玩水 李忠林表示对于水池及安全都有完善的控管 每周一及周二都会固定清洁保养 确保小朋友们都能够在干净的水池里游乐 水位高度约摸20公分 让各年凌晨的孩童都可以在水池活动 同时他也呼吁来细水的民众 不要站在水池中间的球形装置艺术 避免有跌落的状况 我们这边都有保全会在这边巡视 然后还有展场人员 另外我们这附近也有一些AED的设置 还有包括一些医药箱等 一些急救的必要的措施等 那就是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 可以找我们现场的保全或展场的服务人员 我想最重要 细水最重要就是要注意安全 那就是说在水池里面的时候 可能就是不要去奔跑 那不要去踩它那个草球怕滑下来 那另外家长可能要看着小朋友 因为有时候小朋友会比较攀爬一些阶梯 或一些不注意水深 或者是一些情况 那就是避免危险这样子 当日有两所应哥在地的国小及幼儿园 带着班上的同学们来玩水 他们都表示因为学校临近淘宝馆的缘故 每年夏天都会趁着放暑假前 带同学们过来玩水 同学们也都相当喜爱这项活动 都玩得非常尽兴 二年级的学生来这边玩 因为快要放暑假了 所以刚好期末考完就让他来放松一下 对对对 怎么会选这里的 因为离我们学校比较近 然后步行就可以前往 然后又是免费的 对啊可以让大家就是 而且水深满浅也满干净的 所以就可以让学朋友来这边放松这样子 因为我们学校每年都安排淘宝馆的餐馆 馆馆每年有时候是去里面参加DIY活动 然后有时候是在那边玩沙玩水 所以这是淘宝馆规划一系列的活动 可以让孩子待很久这样 然后假日的时候 我们就请家长来这边参观这样 他们来玩水 所以淘宝馆是个非常老少嫌疑的地方 淘宝馆细水池即日起免费 开放到10月10号 每周三至周日9点30分至17点 假日则延长到18点 馆方也呼吁民众避免让孩童在池盘中 攀爬奔跑或推挤 亦不可乘坐重压池内的陶瓷球体 在休息区铺野餐店共享休憩时光时 也请留意请勿挡住通道 请市民朋友们一起维护环境清洁 享有干净又安全的休闲环境 记者已根据新北采访报导